如果你是新手想学习剪辑,或本身有影片制作的需求但频率不高,再或者是职业剪接师,那么我都会非常推荐你使用剪映。 第一个推荐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它是免费的,除非你使用到VIP功能,不然剪映不会向你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个推荐的原因是,它内建非常多的素材,不只有特效、音效、滤镜也有影片的模板,对新手来说非常有帮助,甚至对需要频繁出片的人来说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第三个推荐的原因是,剪映提供的AI功能很强大,智能产出字幕这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以往可能要打逐字稿,还需要用别的软体上字幕对时间格。 但是剪映这部分的功能厉害就在于,它不只是智能产出字幕,而且错误的几率通常不高。 以我自己的使用心得来说,就算本身背景有噪音,它也有办法识别清楚,这是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 甚至说它也能只透过文字就生成影片,不过这个功能我自己不太推荐。 我建议如果你的影片自己看就算了,要放到YouTube或是别的平台上的话,最好避免有版权争议,因为那些影片的来源也不清楚。 当然这个软体也是有缺点的,缺点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说,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剪映这个软体。 下载好之后你就安装到你想要安装的位置,然后在桌面上找到剪映这个捷径。 打开后会跑出这个页面,你可以直接点击开始创作,你也可以修改它的设定。 如果电脑目前跑不动4K素材的话,你可以找到全局设定,在这里。 点选性能。 这边会有一个代理模式。 把它打勾,按保存。 这样你导入素材后,系统就会自动转成代理档案。 你也能去修改代理档案储存的位置。 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代理档案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影片。 里面会有针对代理档案所做的教学。 炒稿、剪辑、性能,这边你都可以自己去做修改。 这边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把炒稿直接删除的话, 那么原本的档案是无法恢复的。 点击开始创作,我们会来到这个面板。 如果你有使用过Premiere或是达芬奇或是Final Cut或别的剪辑软体, 那么你打开剪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人性化。 基本上你要找的基础功能,已经都在这个面板上了。 不用特别去一个一个找,使用起来会非常方便。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四个区块,分别是素材、播放器、调整区跟时间轴。 媒体这边点击导入,可以导入你的素材。 剪映自己本身也有提供素材库,而且还有分类。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素材。 音频的部分可以使用你想使用的音效跟音乐, 但音乐的使用上可能会有版权问题,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音效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综艺效果音。 你就不用自己在网络上慢慢找了。 文本这边可以看到它有分几类, 默认文本就是你可以自行制作文字。 然后点选右边控制面板的保存预设。 这样下次需要时,就不需要再重做一个。 花字就是综艺字,而且内建的字卡样式非常的多。 如果你想要制作很多综艺字卡的影片, 那么你非常适合使用剪映,因为它光是免费版的样式就用不完了。 我们先直接把字卡抓下来,然后点选右上角的动画。 这边有进跟出,还有循环。 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方式让字卡出现。 下面也可以去调整它的描述。 那如果你不想慢慢做,这里也有文字的模板。 你可以直接使用,然后在旁边修改文字。 不过你只能调整文字而已,动画本身是没有办法去修改的。 下面的智能字幕,简映内建的AI可以自动生成字幕。 不过预设都是简体制。 你可以将字幕输出成TXT档。 在这边点选导出。 我们不要视频导出,我们点选字幕导出。 去修改它的格式。 打开文件夹,它就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复制这个文档。 用Word或是Google翻译,把简体制转换成繁体制。 然后回到简映,使用文稿匹配。 把你的繁体制文档直接贴上去。 但是要注意它有5000字的限制。 如果超出5000字的话,就会需要再做一样重复的动作。 开始匹配。 简映的文本里面会有标注可商用的文字。 你可以自行依照你需要的去做使用。 在这边,我们可以调整字幕的样式。 如果字幕太长,想要分段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字幕这边点选它。 去针对我想要修改的地方。 可以直接按Enter,就会分成段落。 想要缩短,可以来到字幕的开头。 点选删除,它就会回到上一段。 然后贴纸特效这边我就不多说了。 可以用来装饰影片,让画面更丰富。 点选任意一个都可以预览效果。 转场的部分直接拉下来, 连接两个素材就会有了。 如果不想要的话,就直接点选。 点击Delete,删除。 滤镜的部分也有很多可以自由选择。 但是你只能调整它的强度。 如果想要进行调光调色, 可以点击调节。 将自定义调节,拉至时间轴。 你可以在右边的面板进行调整。 基础调色,HSL,曲线跟色轮, 这边都可以修改。 调整完后,也可以点选保存预设。 它就会将你的预设储存起来。 如果你不喜欢内建的滤镜, 剪映这边也可以导入自己的LUT。 它就会出现在这边。 想要更快速出片, 也可以点选模板。 这边有可以使用的模板。 你只要替换素材跟修改文字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到控制区。 针对不同素材, 它会出现不同的控制面板。 例如滤镜只能调整强度。 特效只能调整几个参数。 颈印还有内建一个运动追踪的功能。 点选运动跟踪。 然后将点移到想要跟踪的对象。 点选开始跟踪。 它就会自动去处理。 那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自动跟踪的运动效果。 影像除了基础的调整之外, 也能抠像, 还有智能抠图。 它就会变得像是这样子。 也可以进行美颜, 有一些功能只有VIP才能使用。 也可以磨皮, 也能自己进行变数跟动画。 也能针对单独影像进行调色。 点选声音它就能调整, 也能做AI降噪。 时间轴的部分, 它会针对不同的素材类型, 自动帮你分轨道。 例如文字只会在文字轨道, 滤镜只会在滤镜轨道, 会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小心混到素材。 快捷键的部分, 如果你本身有Premiere或是Final Cut, 点选右上角, VIP左边, 会有一个快捷键设定。 里面可以导入Premiere或是Final Cut的设定。 另外你也可以自行在简易里面做设定。 那么回到时间轴, 这边可以看到常用的工具都放在这里了, 像是选取, 分割, 向右全选, 向左全选, 向左裁剪, 向右裁剪。 最右边你会看到录音。 如果你本身有麦克风的话, 点选就能进行录音。 打开主轨道磁吸。 这个选项我会建议在初剪时使用, 因为它只能针对主轨道。 如果你是多轨道剪辑, 那么接点很容易会跑掉。 点选预览轴, 你可以直接移动鼠标进行预览。 当我们影片剪辑完成后, 点选右上角的导出, 你可以修改标题, 以及存放的位置, 依照所需的格式去做设定。 字幕也能输出SRT档, 方便你在日后上传到YouTube做CC字幕。 接下来我会示范用剪映去剪辑一支短片。 除了影像素材跟音乐之外, 所有的转场跟效果都来自剪映内建的,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以目前剪映最新的版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我已经挑好我需要的音乐, 然后拉到时间轴。 点选音乐, 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自动踩点, 它已经把你会需要找的节奏点抓出来给你, 有两种样式可以选取, 你也可以自行做三简。 接着我会依照节奏去放置素材。 有些画面我会让它稍微变速一下, 因为音乐本身有三分钟, 但我只想要一分半, 所以我会截取结尾的部分, 然后找一分半左右我想要衔接的地方, 让这首歌做一个结尾。 使用这个方式是因为, 有些结尾如果直接做弹入弹出的话, 会不太适合。 这个镜头加了变速之后, 看起来还是有点平淡, 所以我会把它进行缩放, 制造出一种有点压迫, 紧凑的感觉。 这个镜头是左下往右上去做一个有弧度的运镜,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开始做收尾, 所以我在这边加了倒转, 让它镜头到顶的时候, 再倒转回来。 之后就是一些车体抛光后的镜头。 像这个擦拭的动作,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转场, 所以我放了一个杂讯的转场, 接后面有抛光跟未抛光的对比镜头。 接着就会开始进行调色, 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但我觉得可以直接用内建的滤镜, 所以我挑了一个黑豹。 在音效这边找寻一些适合打垃圾的声音。 再放到合适的位置。 最后是上字幕。 字幕也可以用动画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剪出来的成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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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剪辑软体比较 像是Premiere 达芬奇 或是Final Cut 你会发现剪映的限制 其实蛮多的 在操作上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 像使用这些软体一样自由 像是去背 抠图 这些在Premiere上面 你都可以自由的去修改形状 但在剪映里面 能做到的效果不多 AI智能虽然很厉害 但是它目前也没有办法 做到百分百的效果 不过却是很好的辅助用具 第三个就是 剪映本身是没有办法 去使用外挂程式的 如果你已经有 使用习惯的外挂程式 那么你在剪映里面 是无法使用的 还有一点就是 它的界面字体大小 是没有办法去做调整的 所以你在阅读这些字的时候 眼睛可能会稍微辛苦一些 这些是我在使用剪映上 比较困扰的一些地方 但是跟它提供的价值来说 我个人是觉得 剪映已经很有诚意了 未来它也会继续 加入更多的专业功能 最后一点就是 我自己的想法 我看过很多人 用剪接软体 还会剪出优越感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式 剪影片 这些软体 它们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重点是 自己本身想要的是什么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好的工具 当然可以让影片锦上添花 但前提也是 要自己本身 就具备该有的能力 再好的工具 如果我的技术 菜到不行 我也剪不出好的影片来 与其去追求更好的器材 更好的工具 不如多花时间去培养自己的审美 看过更多东西 才会知道自己需要 透过什么样的工具 去达到目标 如果有任何关于剪辑上的问题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回答你 或是你也可以点进主页 加入官方账号 可以获取免费的影片剪辑手册 里面有拍摄跟剪辑的 事前流程SOP 以及一些我常用的素材分享 本期的教学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阿诚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或是有帮助到你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赞按到烂掉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剪辑 影视相关的资讯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